一个时代好像真的过去了 尽管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移动互联网的尾声 仅仅只有20年的时间 但是这段时间涌现了无数的人才 他们总是以5年一批10年一代的速度在更迭 有人曾经说过 一个时代的结束的标志是从一些标志性的人物开始的 比如逝去的乔布斯 比如退休的拉里佩奇 比如退休的马云 但是也有一些不服输的企业家想再次证明自己的价值 于是他们开启了二次创业 就比如已经超过70岁的王石 比如公司名单中出现的张朝阳 眼里有光走路带风 这是一个人心怀希望最初的表现形式 前段时间张朝阳又火了 这次不是因为什么商业上的趣事 也不是个人又说了什么兴趣名言 而是因为他的物理课 从电子播的方程式到时空关系 灰色难堵的物理课在张朝阳的讲解下有了别样的感觉 就连顶流的物理教师也专心的在台下听着讲课 并且频频的做着评计 我想这个时候张朝阳是快乐的 也是满足的 从人性的角度 人的满足感大多来自于外界的认同 这点张朝阳也不能免俗 对于张朝阳的物理课 他自己也曾总结过 他开这门物理课绝对不是华州群手 而是真的出自于自己的兴趣 每周一个话题谈了自己感兴趣的研究 有人曾评论到 终于在张朝阳的眼中看到了光 这点是以往所没有的 五时而知天命 六时而尔顺 数年前张朝阳也曾痛苦的问过自己 什么都有了 想要买什么就能买什么 但是为什么就如此的痛苦呢 现在张朝阳再也没有过类似的疑问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改变了张朝阳呢 答案是当一个人把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之后 他自然懂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也自然懂得人生的最终意义 这点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永远也体会不了的 如果我们梳理一下张朝阳的前半生 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找到正解存在 也很容易的理解张朝阳后来的行为 1996年在互联网浪潮的前夜 海归张朝阳从大洋彼岸回到了国内 拿着从导师那里寻得的22.5万美元风险投资 开始创业 而在此之前 他是麻山理工学院的一名物理学博士 张朝阳曾感慨过 年轻的时候自己比较争强好胜 对自己要求也极为严格 甚至考试没得第一就得要惩罚自己去东勇 所以毕业之前 他的梦想是要当一名大科学家 时代的大潮翻来覆去 时代选中的人没有退路 1999年中国的互联网正式的拉开了序路 在与新浪的角逐当中 搜狐曾有过落后 当时的董事会极其不信任张朝阳 而他也直言随时有可能把他换掉 2008年搜狐成为了北京奥运会互联网 内容服务的赞助商 而张朝阳也迎来了自己的天空失客 此后他逐渐开始放飞自我 在压力的胶着下 他从一个互联网的明星CEO变成了影子CEO 公司交给了高管 然后呢 他开始和女明星去爬山玩游体 蹦跌上综艺 2010年之后 互联网的载体开始由PC向智能手机播露 但是沉浸在自我的世界当中 张朝阳没能感受到商业环境发生的变化 而这一之后就是一整个时代 2016年 张朝阳曾立下一个目标 三年后重新回到互联网的中心 为了这个所谓的目标 搜狐也有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张朝阳也曾不间断的做过直播 但是客人或者公司在时代的面前 丝毫没有抵抗力 很显然 张朝阳没能够完成定下的目标 就如仿光预定下的18个月 重回原来市场地位的目标一样 温重市场才能够适应未来的发展 当下动辄上千上万亿 成为了互联网企业的标配 而张朝阳如果以今天的财富去衡量 也早已经被一众小辈所超越 所以大病出狱后 杨岚曾问他 你幸福吗 他冷拉着眼皮回答道 钱多不一定幸福 从古至今 人生的意义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也没有标准答案 直到今天 当金钱成为衡量一个人 成功与否的标准的时候 钱也不是人生的标准答案 当我们经历过大半人生之后 过了追求物质的年代之后 我们还是会发觉 兴趣不可磨灭 它的意义也大于财富 现在张朝阳变了 变得眼里有光了 变得走路带风了